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Master MX-31 Skyactiv-EV 是马自达自2020年开始销售的紧凑型SUV IMX-30系列的新车型 IMX-30系列只提供单一产品100%电动运行的 1. Skyactiv-EV类型BEV汽车 这是在欧洲及日本首次亮相的新车型 是一款插电式混和动力车型 采用钻子发动机作为发电机的动力装置 车身尺寸方面 IMX-31 Skyactiv-EV的长度为4395mm 宽度为1795mm 高度为1555mm 轴距为2655mm 它具有与BEV模型相同的尺寸 提供宽敞的乘坐空间和舒适的驾驶体验 该车型搭载一体化装置 包括排量为830cc的转子引擎 发电机和驱动电机 转子引擎作为发电机发挥作用 非常紧凑且输出功率高达55000W 748PS 驱动方面 使用100%电动马达 类似于日产的E-Power系统 转子引擎在电池电量不足或需要加速时运转 动力用于驱动发电机发电并输送给驱动电机 当转子引擎不运行时 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可以控制将驱动电机翼轴分离 实现纯电动模式 IMX31 Skyactiv-RAEV 搭载额定电压为355V的锂离子电池容量为17.8000W 这个容量比纯电动车型少一半 因为引擎可以发电 不需要像纯电动车型那样大容量的电池 在纯电模式下 当引擎在纯电模式下 IMX31 Skyactiv-RAEV的续航里程可达85公里 结合50升汽油油箱 根据游轴规格 车辆的中含续航里程超过400英里约643.7公里 这使得该车型成为一款既具有电动车辆环保优势 又具备长程行驶能力的选择 IMX30 Skyactiv-RAEV的最大输出功率 为125千瓦170PS 最大扭矩为260牛米 2650KG AF-M 相比之下 Mazda BEV车型的最大输出功率为107千瓦 145P 最大扭矩为270牛米 275KG AF-M 因此PACV车型的输出功率更高 而BEV车型则具有更大的扭矩 此外 作为一款插电式混和动力车型 IMX301 Skyactiv-RAEV具备 具备普通方式和快速方式充电功能 并且配备了1500W的供电功能 车辆环提供了三种驾驶模式共选择 包括EV模式 普通模式和充电模式 以满足不同的驾驶需求和场景 IMX30 Skyactiv-RAEV采用18英寸轮圈 提供出色的行驶稳定性和外观设计 行李箱容量方面 标准5座配置下332-350升 二座配置下则可拥有更大的容量 达到1137-1155升 并且可以将第二排座椅靠背放倒 增加在无空间的灵活性 总结来说IMX30 Skyactiv-RAEV 是马自达推出的一款 紧凑型SUV插电式混和动力车型 采用转子引擎作为发电机的动力装置 它结合高效能发电系统和电动马达 提供了可持续的电动行驶模式和长程行驶能力 同时提供丰富的充电和驾驶模式选择 为用户带来全方位的 虽然IMX301 Skyactiv-RAEV 是PA-TV发电机的一种形式 但它突然复活 并引起了人们对转子引擎极大的关注 如果你喜欢MASTER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TER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